我之前遇到一個我朋友的案例 我就覺得他就是 有時候這種疼痛的問題 因為有時候說 他到底是你中 還是你頭拍 還是你腎子 有時候你會想說怎麼會這樣 可是他那一次 有的時候紅包和雞鱷 好像有的 你看 紅包雞鱷的時候拿起來 雞鱷拿起來說五萬 突然就好一碗 他那個狀況剛好相反 他那個情況是 到他的父親跟他講痛的時候 他就想說怎麼痛 他就說就是這個 他這個脖子什麼走路都開始痛 然後第一個當然想說 趕快去找這個骨科名醫 神經外科名醫 然後就找到名醫 真的名醫也很厲害 名醫就說他這樣看起來 他應該是哪一個椎有問題 哪一個椎有問題 一照真的那個椎都有問題 然後他就想說那很好 他就很很孝順 自費的衣材什麼東西 馬上幫他換 顯微手術都做 做了之後就覺得 好像真的沒那麼痛囉 然後慢慢復健能走了 到最後才發現 爸爸沒有跟他講 更嚴重的其他事 什麼事呢 爸爸在疼痛之前 他開始其實有晚上有頻尿 有夜尿 漸漸尿不大出來 可是他都覺得 這男生老了都有的事 他不會跟 對 不會跟女兒講這個問題 所以只有痛的時候才講 後來他發現他根本就是攝護腺癌 然後癌的骨轉移 才是他真的痛 又轉移了 而且已經轉移到骨頭 才是他疼痛真正的原因 可是有時候男生很難 跟自己的女兒講說 我那方面的問題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只用痛來表現 跟你說痛 可是你並不知道 他真正最大問題 還沒有跟你講 而且檢查攝護腺的時候會痛 是齁 你有經驗 你有跟那醫生微笑 從後面 對不對 李院長 應該你也有檢查過嘛 你他剛才驚魂未定 你又這樣子 這事兒真的有需要害兆嗎 好 簡單 我沒有檢查過 您貴庚啊 所以你是說你現在尿尿 爪貴床 我的才藝要說這個 攝護腺癌 所有的 你看很驚的人 需不需要看嘉醫科 所有癌症的指標 只有一個是真的 叫做攝護腺癌指標 PSA是真的 其他都是參考用的 意思是說PSA出來 如果PSA高 當然是隨著年齡高而高 他自由型的攝護腺 就是PSA free form 低 小於二十一 percent 你就要高度發育 攝護腺癌 像我們公公就是攝護腺癌 就每年 就是五十歲以上 你每年抽一次PSA 當然國外是要求更早 那我們這不方便 讓健保機倒下去嘛 我們要求五十歲以後 每年抽一次 當然你八十歲以後 就不見得一定要抽 因為八十歲以後 你得了抽象癌 治療跟不治療 照統計上發現 他延長的說明是一樣的 所以所以不見得一定要非治療 不可 但是如果真的是 你壓治療越早 就是剛剛講的 你說PSA高了 就馬上去做 紀念部的超恩波 就是抽象的超恩波 那如果有法醫 再做一個詐騙 通常很早期就會找到 微方道已經轉移到骨頭 我才發現 這個都已經來不及了 那放到射過山就不用了嗎 那也不一定 首先也是會射過山 你有聽到嗎 回大就會阻塞 管道 所以就會沒辦法衝得遠 管道變遠 我也是射過太平洋 其實我說像我公公當時就比較類似他們的狀況 因為他覺得年紀老了退化 就不覺得這是一個什麼問題 就是頻尿這樣子 然後最後發現好像有點太平凡了 結果後來我老公被我婆婆發現 然後我婆婆就跟我老公講 就帶他去看 就一檢查就是 所以有的時候也不能太輕忽 那時候他幾歲 七十幾 七十四 那很年輕 七十三 七十三還年輕 是